台湾从早期的传统农业社会 发展到工业时代的过程中 孕育出不少的成功企业家 而我们的红董事长 便是看准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市场趋势 透过对冲压模具的专业 及工厂实作的经验 和专业金属制配件的技术 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金属王国 圆灯金属拥有三十几年的 金属商品的开模及生产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专精于冲压模具的设计制造 金属冲压 塑胶射出 铭铝合金 压柱 转轴 导热管及散热模组的制造 那与国内的大型的组装厂都有长久的一个配合关系 在国内外的品牌公司也是我们间接或直接的客户 在这里已经待了28年的张副总 骄傲地说 公司不管是在设备或是研发方面 都给予非常多的支援和信任及支持 而这也是品牌能够在业界不断壮大 又毅力不摇的原因 那在工厂的规划方面 我们有模具的制作设备 负责开模及样品的制作 我们有CNC加工机 负责从原料到成品的一个制作 那在冲床方面 我们有45吨到250吨的冲压机台 依产品它的需要 采单工程 延续模 或者是机械手臂的一个生产 因为在这几年 董事长觉得 山西的周边商品 及休闲用品的消费力道 逐渐的一个增加 那他觉得拥有那么好的设计能力与设备 我们也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利 他觉得创造自己的商品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集团于2016年成立 来达成我们自由品牌的一个影响 我们研发的商品跟主角商品 有3C周边商品跟户外用品类 那我们3C周边商品是蓝牙摇摆音响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它是一个转轴技术而延伸出来的商品 所以它是可以做摇摆的动作 还有就是它的LED灯 可以做各个不同角度的照明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 休闲的消费小商品 它跟一般的指环的指甲不太一样 就是说它的指甲长度跟它的那个转轴扭力 我们有经过设计 手机会站得更稳 不容易滑倒 并且就是说它可以符合就是你各种角度想要看的手机荧幕 户外用品方面则是有使用304不锈钢制造的烤肉箱 这是董事长的坚持 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安心不怕吃到有害物质的食物之外 也能避免制造过多一次性垃圾 我们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容易损坏的东西 那以及说它的使用年限较长之外 那再来就是它的品质也不会因为使用太久 像塑胶酱脆化不会 因为其实金属的东西它到一直用了很久之后 它还是一个金属材质 它还是很坚固 那其实如果说他们选择了好材质的商品之外 其实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也比较不会造成太多的浪费跟垃圾这样子 最希望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制造业的这个技术跟品质行销出去 希望借由行销的力量 让就是更多消费者知道说 其实在台湾的制造业 台湾的产业其实也有很好的品质 我们很希望把我们对于金属的坚持 还有我们对于制造业的坚持 想要让更多消费者知道 那我们也希望说消费者可以认同我们MIT的制造技术